很高兴您来到STAR频道! 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 媒体称赵丽颖是行业一根救命稻草。 随着宇凤行的定档消息传开,该剧不仅打破了多年来剧集空降的播出惯例, 更是提前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股热潮。 搜狐娱乐等媒体纷纷报道称, 赵丽颖和宇凤行似乎成为了当前影视行业的一根救命稻草。 那么,这一说法究竟从何而来,又是否占得住脚呢? 从数据上来看宇凤行的预约数已经破千万, 这一成绩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实属难得。 对比之前的剧集,能够达到这一水平的也只有备受期待的庆余年二。 这背后反映出的是观众对于赵丽颖和宇凤行的极高期待。 赵丽颖作为近年来炙手可热的演员。 其影响力和号召力不言而喻。 而宇凤行作为一部先侠题材的剧集,也恰好迎合了当前市场上对于这一类型作品的热衷。 从社交平台的话题热度来看,宇凤行同样表现出色。 在播前阶段,该剧就已经收获了过千的热搜。 这一成绩甚至超过了今年大部分已经播完的剧集。 这足以说明。 宇凤行在话题制造和讨论度上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而这种热度,无疑也是平台方所期望看到的, 因为它意味着聚集在开播后有可能吸引更多的观众关注, 进而提升收视率和点击量。 然而,尽管宇凤行在数据和话题上表现出色,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行业降温期对于剧集播出效果的影响。 在这个时期,观众的观距热情和消费意愿都有所下降, 这使得剧集在播出时需要面临更大的市场挑战。 因此,即使赵丽颖和宇凤行被看作是行业的救命稻草, 他们也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来赢得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而对于赵丽颖来说,她作为主演和监制, 需要确保剧集在内容、制作和演员表现等方面都达到一定的水准。 只有这样,她才能继续巩固自己的市场地位, 并带领宇凤行走向成功。 而对于平台和制作方来说,她们也需要加大营销力度, 充分利用赵丽颖的影响力和宇凤行的话题热度来推动剧集的播出效果。 总的来说,赵丽颖和宇凤行在当前的影视行业中的确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但要想真正成为行业的救命稻草, 还需要看她们在播出后的实际表现。 毕竟,观众的口碑和市场的反馈才是检验一步聚集成功与否的最终标准。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和大家一起分享讨论吧!